这样会更好吧 怎么做呢 那其实特别注意各位有个概念就是说 在那个VBA就在ECL里面设计 它是一个叫事件驱动的概念 事件就是当什么情况发生的时候 做什么事情 当什么事情 所以你可以这样思考 在Visual Basic里面 它里面会有一个什么 一个专案对不对 那你会发现 这边有个叫list workbook 这个所谓的list workbook指的是什么 workbook指的就是工作部 指的就是ECL自己本身 也就是这个档案 这个ECL的档案 那当它被开启的时候 就把什么呢 表单给打开 所以特别注意哦 请你找到上面这边有个list workbook 然后呢 一般这边有一个什么呢 有一个叫workbook 什么状况呢 当这个workbook被open的时候 有没有 这个open就是一个事件 workbook就是一个物件 当工作部被打开的时候 请你同时帮我怎么样呢 把表单给叫出来 那你很简单嘛 home.show 这样就ok了 这样就ok了 应该懂那个逻辑 不用10倍了 因为这些东西 它都是有个逻辑性 你只要理解那个逻辑 你就大概知道它的运作 好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你不用 不用就是直接把这个地方储存 从外面就可以了 然后呢 再把它关闭起来 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再去开启我们的那个范例档里面 记得是这一个啦 我刚刚有令你存过 打开 诶 有没有 自动开起来 这样子不就 所以刚刚主要 如何启动表单 一 最 设计的时候是这样 直接去 执行这边 当然这个一定不ok的 所以我们有 两个方法 一 在模组里面 插入一个启动表单 不过这个方法就是 使用者要去点击 二 在 less workbook 里面的 workbook的open 去做什么呢 home.show 这样会更ok 自动会 随着什么 随着你 ECL开启 它就自动执行 顾名思义啦 如果以后 你想要 当这个档案被打开的时候 做什么事情 你就全部都写在这里 home.show 然后后面什么 反正你就通通把它写在这边 反正呢 它就会一起动 全部都做好了 那这个可以做很多事情 比如说你今天打开一个档案 就是自动帮你产生什么东西 或者是 教证什么东西 也可以在这个当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去做什么事情 ok 当然事件里面不只是open 你会发生这么多了 有没有 那不过你可以暂时先不用去理会其他的 因为这很多几乎是用不到的 如果你要用到你也不用刻意去死被 这些都是活的 ok 这里的话请各位试一下 如何启动表单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主要就是有可以用按钮的方式 或者是可以随我们这个档案 随e sale 开启的时候 顺便帮我打开起来 这样的话呢 我想让使用者 反正你档案丢给他 打开 这就有表单 你就帮我输入了 反正你其他不要动就对了 这样的话 他至少他也 比较知道该做什么 另外也不比较不会发生什么样的错误